哈喽大家好,我是嘎莉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很难得的站在我的衣柜面前 这就是女生的衣柜了 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断舍离 先给大家参观一下我的衣柜 你不要看它这么乱 这其实已经是我整理过之后的了 就没整理之前还要乱 那这就是我的其中一个衣柜 然后还有这里也是 下面非常的乱 那今天呢主要是因为我在里衣柜的时候 发现就是非常多 真的一次都没有穿出门过的衣服 我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们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来帮我们做做决定 等一下呢我会挨个的试 我选出来这件衣服 如果你们觉得这件衣服可以留的话 就觉得好像穿了还可以 是可以留着的 大家就打一个留 如果大家觉得这件衣服啊 真的是压根没有留的这个必要 一点也不好看的话 那你就打一个去 我就把它丢掉好吧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好,我现在来试第一件衣服 第一件我真的是这件衣服 无论上升多少次都没有办法 就这个衣服就真的 就可能只能看背面 但是这件衣服对我来说真的 我驾驭不了我的身材 就我的胸 我的胸前真的是一望平穿 其实我在看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这件的年轻 在淘宝店主穿的多么的美 然后自己想象了一下 觉得自己好像也可以 它这个叉啊真的 它这个叉已经开得快 开到肚子眼了 而且并且它是没有就是这种可调式的 这种肩带的 就如果说你能让我往上面这样子调一点 也许我还可以穿 就如果我要穿这件衣服的话 就势必里面就肯定要穿一件 就是那种打底的衣服 穿着打底衣服 这样子这种这样子 性感的这种连衣裙 不就失去意义了嘛 所以希望你们告诉我 你觉得这件衣服是去还是留呢 给你们一点时间来打弹幕 而且穿这个衣服的时候 我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自己会不会走光 下一件 好第二件就是一个像这样子 非常booling booling的 因为我真的是个子比较矮小的这个原因 基本上是很难买到 好特别合身的衣服 衣服对我来说基本上都是有点大的 然后这个呢也是 怎么说呢 我当初我在买它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 这个亮片我穿好一定会像美人鱼一样 结果 也是 怎么说呢 觉得自己这个腰它这个地方 没有收得特别的好 然后就感觉看上去有点肥肥的 像是一个很肥的鱼 就不是美人鱼那种鲜鲜鲜鲜的那种感觉 感觉没有场合可以穿 日常穿出去觉得太夸张了 而且它是一条长椎 它是一条长椎 所以这条裙子是去还是留呢 有一点大 然后接下来这件呢 我也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小夸张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套装 就是我在看图的时候我觉得 还可以 为什么模特穿上去就感觉好像 没有没有没有这么夸张 那时候我自己亲自穿上身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就哇这件衣服好显胸啊 然后再并且它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那个胸垫的 我已经把它拆掉了 就如果有胸垫垫着的话就会感觉更可怕 我觉得我的年纪已经过了就是那种路沟的那种年纪了 就是穿的这么性感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害羞 就可能在家里拍拍照啊或者只有跟小开老师两个人在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这样穿还可以 但是穿出门真的是觉得出不了门 虽然其实也没什么料 但还是觉得很害羞 但是这一套呢就是感觉拍照啊什么的蛮好看的 也挺显身材的 就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裤子搭配这样子的一个胸衣的一个上衣 这件其实我是有一些纠结的 就是是去还是留呢 你们赶紧告诉我 它这个裤子我倒是也是挺喜欢的 是有一点这种破洞的就是这种工装裤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件是我比较纠结的 所以你们告诉我是去女还是留呢 下一件 好然后接下来的这一件呢就是相当的可笑了 我先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我不穿这件衣服 因为这件衣服其实是 我觉得其实是蛮符合我平时很喜欢的那种风格的 就是它腰线这里收得很好 就真的感觉腰很细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bug 就是它也是不能调节肩带的 后面这根绳子 以及它背部的这个扎的这个东西 就是让让人难以理解 然后正面看的话就是它因为它这里不能调节肩带嘛 然后它就里面你必须一定要穿一个就是抹胸或者是打底的衣服在里面 它的这个就是本身胸的这个位置坐得太高 就莫名其妙 我觉得它这个网应该是坐在这个地方 腰的这个地方看上去可能会有一些弱影弱现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就是让我难以理解 但是这条裙子呢我穿上去我就觉得是很显身材的 所以这件衣服我一直都是很纠结 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款式的连续裙 里面要穿打底我说那感觉不够好看 就是不喜欢还是你们觉得就这样穿也可以 因为这件衣服我本身的想法是可以就是里面可能是贴一个就是那样子的胸贴啊 或者是穿一个隐形纹胸 就是可以让它看上去就是那种很灵动的那种感觉 但是这样子穿 而且后面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 所以这件是趋于是流呢 好 下一件 好 接下来的这件就是有一点点类似于就是女仆服和裸莉塔服的就是这样的一件连衣裙 这个一开始我买它的时候就是真的成续就是就是有那么一点扫女心 但是也是发现真的是完全穿不出门也不知道有什么场合可以穿 可能只有偶尔出出装面的时候或者是拍照的时候才会穿 但是这件一直留到现在我也没有穿过 所以就一直很纠结这件要不要留着 那配一个蝴蝶姐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最可爱的小女仆 从未像我有如此浩颜无情之恩 我的脸在哪里 我的脸还在吗 我的脸还在吗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告诉我就是这件 这去 还是留呢 天呐 好羞耻哦 好 下一件 好 这个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件了 我买的时候也是直在看模特图的时候觉得 哇 这件好可爱 是带一点中国风 其实是有一点改良的就是这种高开插的旗袍 还蛮好看的 但是也是不知道怎么穿出门 找不到场合穿它 穿它 本来我是想可以就是寻漫展 或者是有的时候去出出活动的时候 或者是出去玩跟小客老师拍照片的时候穿 但是结果发现我想太多了 就是每次当我拿起它想要穿它的时候都觉得 要么还是算了换一件嘛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好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小小的尺感 所以就导致我一次都没有穿过 但是其实这件款式我也是很喜欢的 就所以来告诉我吧 去还是留 顺便问问大家就是 如果你们在马楼上看到有女孩子像我这样子 穿成这样子的话 会觉得有点夸张吗 好了 本期视频差不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大家不要忘记帮咖喱素质3点点个关注 然后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千万有留言告诉我 我的衣服到底去还是留 我真的好纠结